十皇哨宴即将开始 朱神山古轿精英 恭候王府子弟入宫 小哥哥 我看你身手不凡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节天教 加入节天教 没兴趣 别急着拒绝嘛 你要知道 那补天教乃是上古大教 横跨术语 功法特殊 根基深厚 你一个王侯敬都没达到的小子 就算真是天才 拿什么跟人家争锋啊 你是补天阁弟子 可知道补天阁的来历 你补天阁的创派祖师 原来就是我补天阁的弟子 当年 因为一些不愉快的事 他离教而出 事实上他一直想回去 故此 才建立了 你们补天阁一脉的传承 我只是一介弃土 桂乙 所以从传承原法论 你本就是我补天阁弟子 去 当初赶人家走 现在又来寻人家的门 你们当自己是谁啊 既是同门 补天阁大难时 怎么不见你们来援 我们知道补天阁被围时已经晚了 这笔债终将是会清算 要不了多久 黄狱就会大乱 神圣皆成草芷 若我补天教才是自保之道 劝你深思 黄狱大乱 不久的将来 黄狱要大乱了 黄狱就要乱 黄狱 黄狱 黄狱将乱 他们口中说的黄狱大乱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整个黄狱 不过只是个牢笼而已 整个黄狱 不过是个牢笼 你若改变了主意 随时可来找我 女胖子 女胖子 怎么 是不是我变帅了 你就认不出来了 小 小变蛤 我才不怕 什么 这五王府与王府也太卑鄙了 你祖父的下落 包在我身上 我会让父皇 向十皇当面询问 女胖子 够意思 果然来了 啊 你 那是一位尊者吧 跟五王府的家伙搅在一起 你可要小心他们借刀杀人 听说 叫什么金猪尊者 其实就是个大蜘蛛 金猪 那岂不是魔灵狐的前辈 什么前辈 都说了 就是只大蜘蛛 说起来 我有个好东西 要不要分享 这 猪腿 对呀 纯血金猪的猪腿 据说 吃起来像螃蟹 这鱼蟹 这猪腿是太古金猪 大概是他孙子吧 还好有族长爷爷的独门调料 我 需要啊 你敢善往二孙 找死 你敢善我二孙 你想他先死 就试试看 你 我孙儿来此诛寿 无辜失踪 原来是被你击够 我定将你随时万段 你孙子欺负我 被我师弟抓了 等我回去告诉父皇 让他找你算账 狐狸小辈 竟活通这等匪烈之徒 欺我儿孙 我倒要找火皇讨个说法 你这逆孙欺压百姓 强取豪夺 关他五十年禁闭 等他学会当人了 再放他出来 不过你若说出 我祖父下落 我就提前把他还给你 或者 你找死 我就送你去阴间 与他团聚 你说什么 我说大莫神实力太差 已被我斩了 放开我孙子 我留你全尸 好 好 好 我这就打给你 杀我孙儿 小心自己 退远一些 进出尊主发怒了 快走 小平函 现在需要我出手吗 他是我当 此次曾斩杀我孙儿清云 此仇 必须亲手来报 不愧是你啊 寻仇的人都是排着队来的 当初是清云先动手伤人 此事也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 你贴神山的仇 我之后再报 我魔灵虎与太古神山 并无矛盾 可清云你也要知道 你的孙子是命 我的孙儿 同样是命 哼 那是你的事 我说过了 我的仇 必须有亲手来报 既如此 那你自去抓你的仇敌 这小子 是我抓到的 剑者有份 你们两个老头一起伤吧 恨戒时皇 公主陛下 万寿无惊 免礼 要为了这么一个毛头小子 拆了我皇宫的大殿吗 陛下 依照十国组织 有恩怨者当十皇之面 可提出在孝军场决斗 任何人不得插手阻止 生死互论足